首先,我有一些心里的话需要你们听一下,我个人相信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也许对有些人来说这会是一个回顾,但这只是我想和你们坦诚相待。 有人问我是否相信4月份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收到了一些人的邮件和短信,他们从东方的一位牧师那里得到了消息。 我相信克里斯牧师听到了主的声音,现在人们想知道我的看法,我相信他所看到的,我们可以通过祈祷来阻止一些事情的发生。 这只是我的看法,因为每当我感受到的时候,我的灵里也有感动。 我不怀疑他是否听到神的声音,我知道他听到的部分,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从约瑟夫斯到很多我认识的人都听到了主的声音,因为主告诉我他们确实听到了。 他在谈论4月的事情,我已经听了那个预言大概4、5次,并且冥想他所说的话。 因为主警告过我,如果你回到1月份,主向我展示了关于金融突破的事情,这些事情在2月份发生了。 我看到了法律,1月份有一件大事发生了,那就是黑市公司与加密货币签署了ETF协议,主警告过我关于这件事的一些事情。 就像主向我展示的,我告诉你们2月份会发生的事情,3月份也会发生,接着他说4月份会很热。 我看到了3月份开始热起来,我相信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比特币创下了72000的历史新高,这就是今天的事情。 进入山寨币季节之类的事情,我不是财务顾问,这不是财务建议,你们自己祈祷。 我已经告诉你们会发生一些关于加密货币的事情,我相信他。 现在随着其他事情的发生,人们会问这会崩盘吗? 我个人还没有看到,所以我不能对那件事发表评论。 我看到了一个火箭,我看到财富从恶人转移到艺人那里,如果你关注某些关键投资的话,不代表其他所有东西都会变得糟糕,像股市之类的,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看到了其他东西在上升,主告诉我财富会从恶人转移到艺人那里。 我告诉过你们,我看到一个戴眼镜的人在吹一个气球,这个人负责所有的财物。 我看到他在四月和五月的时候往气球里吹气,他的名字是什么来着? 哦,杰罗姆·鲍威尔,对吧? 我相信是他,一个银发的人。 他往气球里吹气,气球越来越大。 这意味着通货膨胀会增加吗? 因为通胀确实在增加,但感觉就像他在给经济吹气,经济在上升。 我原以为这意味着利率会稍微下降。 你回头看看这个愿景,吹气球可能意味着增加或减少,当你放掉气的时候,我不知道。 我感觉这意味着利率会下降。 这只是我的解释,不要说我是个假先知,我只是想帮助你们。 他吹气球,气球变大了,然后我告诉你们, 7月和8月他又吹气球,气球变得更大,然后那些大楼和高楼开始摇晃,房屋在气球上的时候也开始摇晃,就像地震一样,因为经济的关系。 所以我看到房地产市场会有麻烦,他在摇晃,摇晃。 当我看到10月的时候,气球爆了,他们试图掩盖直到选举之后。 气球爆了,所有在气球上的东西都破裂了,他满头大汗,我告诉过你,他在10月的时候汗流加倍。 现在我们来看克里斯·李德的预言,他看到4月会发生一些事情,他说他看到4月会发生一些事情。 你可以去看那个视频,我相信他是Money,Star事工的,所以去看看吧,相信我,很值得观看。 他看到4月会发生一些事情,然后他看到刺杀企图,我警告过你们,我看到这些事情发生。 我看到特朗普在一个舞台上,有一个事件试图发生在他身上。 主告诉我们要警告他,我警告过你们,关于那个在酒店度假村出现的金发女人,一个漂亮的金发女人,我告诉过你们他试图伤害他。 我看到两件不同的事情试图发生。 他看到的事情发生时,他说他看到了像1960年代,1968年马丁、路德、金和约翰、肯尼迪被刺杀的时候。 那是芝加哥时期。 记得主警告我关于芝加哥的事情,我看到芝加哥的气温在创纪录的高温热浪袭击芝加哥。 我完全不知道民主党大会在芝加哥举行,但我在祷告时看到夏天在费城和东北地区创纪录的高温。 主告诉我,我看到芝加哥,他特别指出给我,这对我来说非常有趣,因为他们在那里举行这个会议,克里斯也谈到过这点, 我甚至没有把他联系起来。 主告诉我,看,芝加哥再次出现,他只是轻轻触动我的灵魂,让我明白。 你看,主确实告诉我,关于芝加哥和创纪录高温的事情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东西呢? 他展示给你一些东西,并给你提示去祈祷。 这是另一个事情,所以克里斯谈到了他。 然后他谈到天气的加速,他告诉我关于逾越节的事情。 现在我们已经过了逾越节,我相信这与那段时间红母牛被献祭有关,也许与以色列有关,因为逾越节而加速。 我不认为逾越节与美国有关,我相信这与犹太文化和犹太人民有关,因为他们庆祝逾越节。 我相信这与主说的观察逾越节有关,在逾越节会有事件的加速,超自然的加速,从Rash到Rash,犹太节日。 但更重要的是,儿子,当逾越节来临时,你将看到一个巨大的加速,他警告过我这一点。 所以,克里斯、李德在谈论四月份的逾越节时间段,我只是试图给你们一些祈祷的提示,我想引导你们,向你们展示我的所见所闻和祈祷的内容。 所以请为科齐拉祷告,有日全时,我们都看到了伟大的美国日全时。 他们说,你相信日全时会带来今年的地震吗? 我不知道。 如果我们看到两国解决方案,我会再说一遍,如果我们看到耶路撒冷被分割成两国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圣灵告诉我的关键,那时我们会看到新马德里断层的发生,以及从德克萨肯纳到塔尔萨的重大地震,可能会是6.5或6.7级左右。 然后另一个在马德里,新马德里断层的地震会实施。 灵级,历史上最大的地震将会是无法想象的毁灭。 我不打算详细讲解这些,我只是想告诉你们,但这是在耶路撒冷被分割成两国解决方案后三天发生的。 所以我们会在四月份看到这些吗? 我不知道,但这些日全时正在发生,这是一个征兆。 我觉得这很有趣,它发生在四月八日,也就是几周后。 我们会看到地震吗? 我不知道,我祈求上帝,我希望我们不会看到,但我不认为它只是会发生,我相信这与以色列有关。 所以现在我们有这些事件。 回到克里斯的预言,他说,他看到一月份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告诉你们,要关注东青树,东青灌木,天使来到我面前,我看到雪落下来。 我看到屏幕上的内容,告诉你们,股市崩溃了。 我警告过你们,关于2025年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曾告诉你们,吉普赛马车从主街上走过,时代广场震动和摇晃,我不清楚那是什么情况,我看到时代广场空无一人。 我告诉过你们,将会有一个事件发生,有时我能看到一年的情况,有15年,有16年,谁知道呢? 我只知道,这些是主给我的时间框架,让我为这些事件祈祷。 这些事情会发生,我看到2025年会有大动荡,像1930年代的大萧条一样。 如果他们尝试在今年开始这场危机,我不认为他们会这样做,这是我的看法。 我们都只能了解部分内容,我只是想告诉你们,我不认为我们会在2024年看到金融崩溃。 我不相信我们会在2024年看到任何重大的危机,直到2025年。 我已经看到2025年,我告诉你们,2025年在自然界中非常黑暗,可能会是这样,但我们不应该有恐惧的心态,而是要有全能、爱和清明的头脑。 我只是告诉你们,主告诉我,严峻的日子即将到来。 我曾告诉你们,关于亚利桑那州边境的情况,他们有一个计划,或许他们会尝试制造一些戏剧性事件,因为克里斯说,他们试图制造一些戏剧,而事件会发生在10月份。 这就是我试图告诉你们气球破裂的时间框架。 所以,让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情况。 我在祈祷时,在灵里被告知主警告我有一个事件会发生在欧洲。 这与法国有关,我今天看到法国,看到马克龙,看到了埃菲尔铁塔,周围有浓烟,我看到地平线上的烟火。 我不知道这些火灾的原因,我相信这可能是某种装置。 正如我所说,我不完全确定。 因此,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也有一些敞开的门。 然后我听到主说,即使在欧洲也在加速。 我看到马克龙通过反基督的议程,试图在欧洲地区更强烈地推进,这将是更强烈的漠视事件。 我不知道具体时间框架,我只是告诉你们我看到的。 这可能是今年夏天,可能是现在,可能是其他时候,我不确定。 但我认为这是虚假的旗帜行动,对我来说感觉不真实,好像有计划中的计划在后面。 然后,我看到奥运会,主警告我为奥运会祈祷,我不打算详细讲述主对我说的所有内容。 你们想去看那个视频的话,可以去他的网站,我相信是Money,Star,他的事工,所以去看一下,这值得一看,相信我。 嗯,他看到了四月份会发生一些事情,然后他看到了一些暗杀常识。 我之前警告过你们,我也看到了这些事情。 我看到特朗普在一个舞台上,事件试图发生在他身上。 主告诉我们要警告这一点,我也警告了你们关于那个金发女人的事,她在酒店度假村试图接近,想要伤害她。 我看到两件不同的事情在发生。 他看到的情况类似于1960年代或1968年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和肯尼迪被暗杀的事件,发生在芝加哥的时间范围内。 记得主警告过我关于芝加哥的事,我看到芝加哥的气温升高,记录创下了高温热浪。 我不知道民主大会在芝加哥举行的事,但我看到的是夏天。 我不知道是一天还是两天,但我看到费城以及东北部都出现了记录高温。 我在祷告时主告诉我,我看到芝加哥。 主特别提醒了我芝加哥和记录的高温。 很有趣的是,Chris谈到的会议也在芝加哥,我之前没有关联这点。 主告诉我说再看看芝加哥,他在我心里打了个小提示,我才意识到是的,主确实跟我提到过芝加哥和记录高温的事。 这有可能是你们要祈祷的线索。 所以Chris谈到了四月的逾越节,他说逾越节期间会有加速的事件。 我认为逾越节和被牺牲的红牛有关可能与以色列有关。 我相信这和美国无关,而是与犹太文化和犹太人民有关,因为他们庆祝逾越节。 主说逾越节期间会有超自然的事件加速,甚至可能会从罗亚节到螺丝节加速发生。 但更重要的是,你会看到逾越节期间的巨大家速。 主警告了我这些事情。 Chris谈到四月份的逾越节,我只是想给你们一些祈祷的线索。 我尝试引导你们,告诉你们我在哪里,我在祷告的情况。 所以请为Cochella祈祷。 我们看到那个日全时,他们说你相信这个日时会带来地震吗?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会看到两国解决方案。 如果我们看到分裂耶路撒冷的两国解决方案,那就是关键。 圣灵告诉我,那时会发生新马德里断层的主要地震,从Tax Arcana到Tosa。 会是6.5或6.7的地震,然后从马德里新马德里断层会发生时。 零的大地震是历史上最大的地震,毁灭程度超出任何人的想象。 我不会详细讲这些,只是告诉你们这可能会发生的情况。 那是协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关于尝试将耶路撒冷分裂为两国方案。 如果我们在四月份看到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但日时都会发生,这是一种迹象。 我认为这非常有趣,因为4月8号就是几周后的事,所以我们会看到地震吗? 我不知道,我祈祷不要发生,但我不认为它会发生。 我认为这与以色列有关。 所以现在我们有这些事件回到Chris的事情上,他说他在1月看到了一些事情。 我告诉你们,注意东青树,东青树从天使来告诉我,我看到雪下来。 我看到屏幕,我告诉你们,股市崩溃。 2025年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我警告过你们。 我告诉你们,关于吉普赛车经过主街的事,以及时报广场摇晃的事。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看到时报广场没人了。 我告诉你们,会发生事件。 有时,我看到一年的情况,有时看到五年,六年。 我只知道,这些是主给我的时间框架,来为这些事件祈祷。 这些是主给我的一些时间段。 我看到2025年会发生大震荡,那将会像1930年代的大萧条一样严重。 如果他们试图在今年启动,我不相信会发生。 这是我的看法。 我们都看到了一部分信息。 我只是想告诉你们,我相信我们不会在2024年看到金融崩溃。 我相信我们在2025年之前不会看到任何重大灾难。 我已经看到2025年。 我告诉你们,2025年在自然界中非常黑暗。 虽然它有可能如此,但我们不应该有恐惧的灵,而是有能力爱和清晰的头脑。 我只是告诉你们,主告诉我会有严重的清醒日子到来。 我告诉你们,关于边境地区,特别是亚利桑那州来的人,他们有计划。 也许他们会尝试制造一些戏剧。 因为Chris说他们试图制造一些戏剧。 一个事件会发生在10月份,这是我尝试告诉你们的时间范围,当气球爆炸时。 所以,我们看看现在的情况。 我今天祷告时,主在灵里向我显现了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发生在欧洲,我看到法国,看到埃马纽尔·马克龙,看到埃菲尔铁塔,我看到四周有烟。 哦,我看到地平线有烟雾和火。 我不知道这些火的原因,我相信这是某种装置。 我不是很确定。 主说,欧洲也有加速发生的事情。 我看到安提基督的议程通过马克龙在欧洲变得更强了。 这将是末日事件的加速。 所以,我不知道时间范围。 我只是告诉你们,我看到了这些。 可能是在这个夏天,也可能是现在,也可能是其他时间。 我不确定,但我认为这不是甲骑事件。 我觉得它是真的,似乎有计划背后的计划。 然后,我看到了一列火车,这列火车从德国驶入欧洲的其他部分。 我不确定是否是象征性的,但这列火车看起来是绿色的, 它们在火车上装置了会爆炸的东西。 关于这列火车,情况很严重。 它看起来是从德国来的。 我只是说,这是一列乘客火车。 我相信我们即将进入严重的时期。 Chris的时间框架我不知道。 我没有看到这一点。 我只这么说。 我相信我们会看到网络事件,或者看到我之前告诉你们的情况。 我建议你们为家里准备发电机,储备食物。 我警告过地震,特别是西雅图的地震,土地断裂进入海洋。 我建议你们,如果需要搬迁,准备食物,饮用水,为家里准备电源。 如果你有财力,考虑购买一些太阳能设备来为设备充电。 你们可以在亚马逊上找到便宜的东西,不需要太贵的。 尽量做一些准备,购买一些弹药和可交换的物品。 有人说不需要枪支,我相信第二修正案,这就是我的立场。 如果你们不喜欢,那也没关系,但不要试图强加你的观点给我。 我们相信第二修正案,这就是我成长的方式。 我相信你们会需要这些。 我相信诗篇91篇,你们也相信。 我相信,诗篇23篇,你们也相信,我们都相信。 我相信上帝也给我们保护家人的方法。 我告诉你们,我看到了一些人将面临非常艰难的日子。 我看到有些人可能无法熬过来,会有很多人提前离开。 我尽量不成为一个悲观的人,不想制造恐慌,也不想让大家感到害怕。 但我想告诉你们真相,因为我是一名警醒者,要警告你们即将发生的事。 我对此感到负有责任,也想告诉你们,这不是一片美好甜蜜的景象,还有一些哇哦的时刻。 如果你,闻身处不对的地方,时间不对,你们可能会提前离开。 现在对死亡不必感到恐惧,因为离世就是与主同在。 但我希望我们能够活得更久,完成使命,听到主的声音,不跟随陌生的声音,保持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 我只是告诉你们,关于地震和其他情况。 我的职责很沉重,尤其是最近,情况让我感到震撼。 但我在耶稣的血下受保护,靠在他的翅膀下,保持在他的庇护之中。 我一直在保护我的家人,做主让我做的事,按照他的计划行动。 减轻体重,锻炼身体,去推草坪机。 我有一英亩的土地需要推,我有一个草坪机,但主说不允许使用。 你们在我的视频里见过,我在外面推草坪机,流汗工作,努力减轻体重,因为我知道时间紧迫。 主告诉我,比尔,你在这里的时间不多了,你需要减掉这些体重,这也是我鼓励你们的原因。 如果你们体重超标,需要减重,要努力。 我也是这么做的,这并不容易。 我会真实地告诉你们,你的肉体会想吃不健康的食物。 但你知道吗?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变得越来越容易。 我继续对这些欲望说不,控制我的欲望。 我会在家吃饭,尽力给家人提供健康的食物,照顾我们,因为这是主给我们的任务。 我现在减掉了接近50磅,我从40磅开始,目标是减掉100磅,愿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 我对此感到兴奋,感谢耶稣。 今天让我为你们祈祷。 我认为我已经说了够多,希望这个视频对你们有所祝福。 如果你们还在这里,请务必祈祷。 我们需要祈祷,掌握权柄,并且为即将到来的黑暗日子做好准备,保持智慧。 但这些都是轻松的,耶稣即将来到,我们正看到四周的时代迹象。 天父,我感谢你,感谢你看这个视频的每一个人。 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他们。 我感谢你,天父,今天在这里观看视频的每一个人都在上面,不在下面,是头不是尾。 我呼求医治在他们身体上,我呼求释放在他们身上,奉耶稣的名从他们的头顶到脚掌。 我斥责一切邪灵,不让他们干扰或伤害他们。 我以耶稣的血涂抹他们的婚姻、孩子和工作。 我感谢你赐予他们创意点子来获得财富、天父,你为这些。 末世带来超自然的供应,我们不必害怕魔鬼的计划,因为神有更伟大的计划。 天父,我感谢你,让我们对敌人的计划掌握权柄,并宣告你,停止你的一切阴谋,奉耶稣的名。 我们感谢你,主,在这末日,没有任何武器能对我们造成伤害。 天父,我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平安和怜悯,你是医治者和拯救者。 我感谢你,主,为你所做的一切和你将要做的一切。 我为他们祈求祝福、增长、繁荣和恩宠。 我感受到这些对他们的财物的影响。 主,求你使他们能够相信超出一切他们所求所想的丰盛,按照在他们里面运行的大能。 我感谢你,主,为教诲,为他们的好神的教诲,为在他们所在地区兴起的牧师宣讲福音,无妥协的真理, 激励他们为即将到来的事做好准备,教导他们信心的道,教导他们坚守在主的施恩座上,坚守作为信徒的蒙约权利,通过耶稣的名来掌握一切。 我感谢你,主,为你的保护,为耶稣的血,为你的怜悯,我感谢你赦免我们的罪。 我感谢你,主,复活节即将来临,你在第三天复活,我们不必去地狱。 感谢主,你从一切中拯救了我们,谁主所释放的,的确是自由的。 我赞美你,荣耀你,感谢你更新我,给我新鲜感,帮助我不要变得暴躁。 天父,我感谢你,我拥有平安和爱,就像那些天使所说的,你用爱对待我们。 天父,我感谢你,让我们行在爱中,行在你的胜利中,行在纯洁和圣洁中。 我们行在光中,就像你在光中一样。 我们为此赞美,荣耀和尊敬你,奉耶稣的名。 如果可以,请点击通知铃铛,点喜欢和订阅。 我们非常感激,你们让福音传播出去,我告诉你们,我们正在通过耶稣的能力,使人们得自由。 谢谢你们的订阅,感谢你们的点赞,感谢你们的分享,你们为我的家庭做了很多美好的事。 我们感激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为你们祈祷,相信神会为你们带来大的事,超自然的事。 2024年,你们将飞得更高,这将是你们的伟大的一年。 神有伟大的计划,我相信这只是开始,我们刚刚开始进入它。 我告诉你们,就像火箭一样,事情正在起飞,一切会越来越好。 抬起头,看看周围,保持微笑,心中有歌。 耶稣非常爱你们,我们也爱你们。 我们下次见,愿你们今天有一个祝福的日子。 愿神祝福你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19-9